其实这一次呢 苹果他也说他要来做AI 那大家就觉得啊 你终于做了 那个Siri我每次问他什么 他都回答一些很致士的 我们那个中国大陆 有一些什么小度小度 就百度相关推的 哇那个回答的至精准啊 但你这个Siri 怎么都不upgrade一点呢 让大家觉得有点失望 那现在苹果就不打算 再让这些果粉们失望了 他宣布跟OpenAI 也就是Track GPT的母公司要来合作 那合作的话听说还是无常 也就是双方有一个互利共生的概念 就你提供我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那我提供你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双方来做攜手合作 不过苹果最近打强了Meta 他们也要跟Meta的AI合作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会担心Meta这个隐私性不够强 就触犯到苹果的一个底线了 所以我们就想要请博士 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这次在WWDC里面 苹果说要出AI这件事情 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试水温啊 因为对于很多的 Apple Intelligence的应用 它只能用在iPhone 15 Pro系列 只有两款手机可以用 到底原因是什么 好那其实这里还蛮好玩的地方 因为第一个刚刚小碧 这边也提到说 为什么这个现在苹果终于出来了 那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其实 大家仔细去回想 很多事情 苹果都不是第一个出来的黑科技 但偏偏它就是做得最成功的 对 所以因为苹果 它其实它最厉害的强项 或者是它吸引人的原因 是在于所谓让使用者的体验 那针对这一点来讲 所以你仔细去看 它这一次的所谓应用 用在AI的这个应用上来讲 大家就可以去想象一下说 这样的场景会不会 让我们觉得有用 我举个例子来讲 它有举一个例子 它说我们先前在问Siri 我今天要booking什么事情 我一定要很具体跟它说 请它帮我booking 几月几号几点到几点的 这个帮我建这样的一个形势力 它就只能做单一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它接下来讲 它现在新的这个 新的所谓Siri 2.0的版本 它可以做到所谓跨App 也就是说以后小屁可以直接问它说 我跟我妈是约什么时候 帮我记录下来 帮我记在形式里 或是什么时候 我跟我妈约吃饭比较OK 我比较有空 对 那它可以做哪件事情呢 第一个 它可能会先去看 你跟你妈之前的对话 有没有讲过是什么时间比较有空 关键字抓出来 什么时间比较有空之后 它再去对应到你的形式里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去帮你booking这样的一个时间 它可以做跨App这样的一个应用 所以这是第一个来讲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在这个苹果Siri上来讲 或者是它所谓这个 iOS 18的这样的一个软体 有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再来讲就是说 它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刚刚小屁也有提到 隐私的问题 所以苹果重点它一直强调说 我的隐私使用者的隐私很重要 所以它并不像所谓其他家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硬体厂商 就让你直接就是 把你的资料连接上去 它基本上来讲它是先 就是用它自己内部原来的 这样的一个搜寻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它还是锁在那个iOS里面 对 还是在它里面 那当它觉得它回答的不够好的时候 它会先问件事情 先问你说你需不 你觉得你需不需要我帮你 问ChairGPD 那这时候使用者点了需要 要的时候 它才帮我们去问ChairGPD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来讲 它也让我们觉得 它有比较尊重到我们的公司 没有随随便便就用我的个子 对 并不是说随随便便 就把小屁的资料丢到上面 去问ChairGPD 那别人问的时候搞不好 它就知道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来讲 在隐私还有所谓的这个 跨城市的应用这个体验感 这个好的一个体验 其实是苹果的强项以外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苹果它整合了它所谓iOS 应该说整个苹果生态系 因为它结合了不管是所谓的 手机 平板 电脑 它整个其实同步都推升了 这样子的一个最新的 可以有AI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刚刚小屁这边也提到说 为什么只有这个最新的15 Pro的 这样的一个手机可以用呢 那当然大家很多人都会想到说 它是不是要抵押大家换新的手机 当然也有可能 这个我想我相信是它的策略之一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 那其实就是它的记忆体的问题 因为它记忆体如果不够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 当我要做所谓AI的应用的时候 运算的时候 其实资料其实是很庞大的 而且需要快速的这样子读取 或者读或者是取 那或者写入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记忆体很重要 那苹果先前它所谓它的iOS 或者是它自己的系统 很引以为好的就是说 你看你Android的系统 已经用到16G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体了 我只要用8G就够了 所以呢同样它一直是强调说 你看我8G 而且我跑的系统 这个一般在跑分还比较高 所以呢这是它之前很自豪 引以为好的地方 那可是今天在真正所谓AI 在这种新的应用上面来讲 它其实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瓶颈 所以目前现在大家在推估说 其实比较重要 比较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iOS 15 Pro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体 在使用上来讲才会比较顺畅 那对苹果而言 我相信其实15或者是其他的机型 比较旧款的机型 应该其实可以跑 就也不是不行 对 但是因为苹果的 我认为它坚持的一点就是 你虽然可以跑 但是你跑出来速度很慢 让你的体验不好 那它宁愿它就把你限制住 对不让你用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点 那当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我相信其实现在也有媒体报导出来说 明年新的iPhone 16的时候的这个版本 你说今年底吗 对 今年的这个16的部分 就全部的机型都有 哦 好 那也就是对于这个AI非常有兴趣 高度兴趣的一些消费者们 就可以来换机了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你有理想 有目标之外 接下来你就要把它换算成是实际的营收 这个对公司的营运还是很重要 刚博士就开了一个头 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这个RAM的东西 因为的确像是地表最强分析师郭明吉 他就有讲到刚刚博士提到的那个点 他说目前的话看起来真的是 记忆体跑不跑得动的这件事情 因为他说以目前iPhone 15系列来讲 只有Pro跟Pro Max 它是搭载了8G的记忆体 但是呢iPhone 15只有6GB的记忆体 所以它是不足以来因应苹果的那个标准 它的门槛对于AI运算的一个需求 那之前大家还有在讲啊 是不是什么CPU的问题还是NPU 不是NPU是什么 它跟AI的联动性很高吗 好那其实我们 目前大家在讲到处理器 当然除了从最早的所谓CPU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央处理器 那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就把它想象成是 这个大脑 它是负责执行统筹 或者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那GPU呢其实是从所谓图形 或者是游戏影像等等的 这个部分的专门的处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各位可以去回想一下 所谓这个电脑 早期的电脑 相对来讲简单 所以我只要一颗CPU就可以了 那结果呢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在玩游戏 那玩游戏我又希望 我的这个体验可以越来越好 这个游戏画面可以越顺畅 甚至这个游戏的解析度要够高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专门推出一颗 专门处理图形 专门处理图这个影片照片的 这种的一个处理器 就叫GPU 那NVIDIA其实就从这个时候上来 那到了所谓目前现在AI的时代呢 其实现在又推出来一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资料量都很庞大 我们刚刚讲到说 AI的这个运算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需要的资料量 还有这个都非常的庞大 那在这里我就需要所谓重复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之下 就产生一个最新的叫NPU 那其实就是叫做 有一种说法把它叫做 所谓的网路的处理器 那有的另外一种说法叫NUMERAL 就是类神经网路的晶片处理器 那这两种基本上它的概念都一样 就是所谓的这个NPU 它是最适合应用在AI 目前这样的一个应用上的处理晶片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的这个硬体 里面包含了这个NPU 它的核心数越高 或者是效能越强 那就表示我可以处理较多的 这样一个AI的一个应用 那像目前像现在来讲 大家对于各家厂商 对于所谓这个我是AI的PC AI的Notebook或者AI的手机 大家的定义要求其实各说各话 还没有具体的版本出来 目前现在如果你今天真正需要用 AI的PC或AI的电脑 其实你应该要用的事情 你是要把它来用在 我们刚刚讲这个模型 是在你自己的电脑上面来做运算 如果你只是拿AI PC AI电脑来做所谓确GPT 确GPT还是在云端 那所以实际上你就没有发挥到 你这一台电脑的功能了 因为硬体是硬体 软体是软体的概念 对那这个来讲 譬如说你像有些公司 现在开始部署自己的AI 它可能就把这个 部署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那它在运算的时候 它资料就在这里 自己电脑自己这边算 就没有上传到云端 可能就没有资料外泄的问题 博士 你会不会觉得 现在的AI PC还不够成熟 也就是说换机槽 大家可以晚一点观望一下 如果以工程的角度上来看 您说的是对的 因为第一个来讲 所谓杀手级的应用 其实目前现在 还没有看到很具体的 因为即使是这个 微软所说的这个AI的 Notebook或AI PC 是代表是它可以运行 所谓Copile out 它可以运行Copile out 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 你在运行Copile out 它还是是在云端跑 它重点只是你的传输 或者是你的效能 又比较好一点点而已 但是真正在执行的 这个生成内容 还是在云端 所以实际上来讲 还没有看到所谓 杀手级的这样一个应用 也许我们可以再等一阵子 一方面来讲 我想这个硬体会推陈初心 会有出更好的效能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 也慢慢的我相信会有一些公司 它会有一些专门的 这种AI的新创的应用 那这个时候会比较有机会 在我们自己电脑就可以来 也许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配件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